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这是她的亲人 在高雄路竹开小吃店的梁青松 每天一大清早就要开始备料煮菜 从早餐开始一路忙 除了料理客人的餐店 还有准备要送给当地独居老人的便当 七年来从不间断 10岁就开始跟着爸爸学外汇 52岁的梁青松跟着太太一起经营小吃摊 曾经负贷上百万 靠着这里的手艺撑起一个家 日子过得其实不轻松 但心善做爱心却是全家的置业 国中那个时期比较喜欢玩 准备要读护理课 然后我想说4月 然后开学是9月中 哇 这如果我算了婚姻又幽不回来 老二是比较好动 我想说不然 就让你去带老人家 因为孩子的关系 梁青松跟着太太开始照顾当地的独居老人 大女儿已经在医院担任护理师 二女儿也即将从护校毕业 一家人把爱情形善完整的落实到生命里 就有一个一间自助餐 那老板他想我看来 你就觉得这些坏人 他早上都会 看一看之后会来买惊就对了 他想我说 不然说看看 我老板 如果说一周就 10个便当 还是15个便当 来 想说那上便当来 我们可以拿一扇 没问题啊 哦 多干净 哦 原来这么简单 巷洞里的小吃摊 也是当地的物资中转站 结合来自四面 八方的爱心 梁青松整合外界多余的物资 送给需要的人 我妈妈其实她都一直说 对啊你 她都说你都没有 你都烦恼没有老人 没有人 所以你都烦恼你自己 家里的家里 我说有钱这么多了 真的没办法 爱心餐 带用面 小吃摊成为当地老人家的活动中心 对梁家人来说 或许生活不富裕 但内心的满足 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你都客气的